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指標 我是啟發投國先生 台北股市如果在上週五的時候 跟各位講 對不對 扣低轉折 所以壓回的時候必須要站買方 因為它形成線上做多盤 我有這樣跟各位講對不對 這個是每天事先預告給各位 給各位一個方向 甚至我連點數都給各位 好 今天開地也有下殺 那我問投資朋友 在下殺的同時 你有沒有把很多的股票砍下去 有沒有看空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那你今天收完盤你昏倒了 開地擊殺一段 如果上禮拜我跟各位講 扣低轉折開始會漲一段 而且會漲得很兇 這個都事先預告給各位 重點是 如果你今天是這麼做 低檔砍掉 高檔你再去做追 那小心 所以我先跟各位講 明天會開低盤 為什麼我知道 為什麼我知道 商務會砍這邊 會在這裡買 如果在做指數的部分 你就是做順勢單嘛 順勢單那個部分是不容易賺錢 那你必須要事先預算的技術 你知道 未來知道高點跟低點在什麼地方 短線中長線都抓出來 你才有辦法賺錢 這個我不是在跟投資者做心理戰 你長期看郭先生電視節目 你繼續給他看下去 你繼續給他看下去 我沒有牛頭不對馬嘴 當然今天呢 宏達店跌停板 對盤勢也有所影響 那我跟各位講 我不會說因為今天宏達店跌 然後就講他壞還是不好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宏達店在91塊以下是買點 對不對 所以你也知道我套勞 我照講 我照講 我是這種人 但是我跟各位講 起碼比很多老師 在161的時候 就告訴你宏達店 那個點是低點好很多對不對 那現在跌下來全部都不敢講 但是我跟各位講 我是買在相對低 但是我坦然面對 但是錯的時候 好他未來 下一波的低點在什麼地方 其實這是一個所謂的機會 這是一個所謂的機會 之前的160幾塊你有沒有賣掉 我在節目上事先預算給各位 118我就告訴你會到15 118我就告訴你 到158到161你要賣 對不對 162 158到162 那個時候你不會想賣 因為大部分人告訴你 宏達店還有糕點 但是我跟各位講 如果破100塊你要站在買方 然後在節目上跟各位講 在相對低檔91塊多附近可以買 那沒辦法啦 比乾淨收黑啊 為什麼 上禮拜五 那個裁測的公布竟然是在晚上 禮拜五收完旁 晚上的10點公布 有點用見招 所以當然啦 我們的主委他很關心這件事情 我認為它裡面有蹊蹺 不過重點是 這樣子跌下來 對宏達店是好還是不好 我告訴你 乾脆一邊鐘來 一個點 也就是說你利空擠一擠 看不好的你就直接都下車好了 但是咧 因為我已經算好下一波宏達店的低點 下一波的宏達店的低點 那在什麼地方 我當然知道 好 OK 那我們先不談這些廢話啦 反正這個盤 我要跟各位講 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上禮拜五在這裡 我這個線都事先算出來的 那這個哪裡可以學得到 你說我會 我就教各位 上禮拜五在這裡 那我現在畫出來 我說扣高轉折 但是因為我上禮拜我就知道 禮拜還扣高 但是禮拜二要扣低 9071 9066 9180 我在免費技術班有教過 所以壓回來過程裡面 你要站在多方做思考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這高點這裡算出來 我們的技術分析 是你看到前面這裡 我沒看到後面 這一段我就知道 它的高點在這裡 結果就在這裡 然後呢 在免費技術班 有這個禮拜六免費技術班 很多投資本就問我說 老師這個點怎麼算 這裡還有一個 給你看全貌 所以在一千點的時候 一萬點的時候 我在節目上有沒有事先跟各位講 錢多的歡迎買 我在講反話 但是你聽了有沒有 你聽了沒有 上午是聽了沒有 因為很多人說 過萬點了 12682來了 那個時候我叫你要小心注意 然後我在節目上就跟各位講 下來這個點 它一定會先到這個點 對不對 好 然後來到這邊 會到9503 這個NAC9 對不對 反彈上來 我在節目上來跟各位講 我不會放VCR了 我跟各位講說 這裡大概是9500左右 因為前面的NAC9就在這裡 NAC9 對不對 就在這裡 好 OK 然後呢 我說反彈上來 到了空底區在什麼地方 你要小心注意 我沒有事後講 9718 9831 來到這個區域 沒有量 那你必須小心 它會回來這個地方 我沒有這樣子講 有 那為什麼在這裡 我跟各位這樣講 因為來到這邊 扣高轉折 這個點 就在這裡 9718 9831 這邊 然後扣高轉折 你會跌下來 所以這一段 你有沒有避開 重點是 這一大段 你有沒有避開 有個9943 10010 來到這邊 叫你要賣 對不對 下來 9508這邊 反彈上來 不過9831 91 9718 這個地方 是空底 強烈空底 它會跌下來 而且真的來到這邊 告訴你 未來 扣這個高轉折 那很多同學們想說 老師這扣高轉折 它怎麼算的 你說我會 我也教你 扣高轉折 成線下空盤 跌下來 對不對 好 真的 接下來到這個點 對不對 然後在上禮拜五 告訴你 這個禮拜一 還在扣941 對不對 扣941 但是因為 它禮拜二 明天要扣低轉折 所以今天 壓回的過程 要占買方 我有沒有這樣子講 有 沒錯嘛 好 重點 低點跟哥談了 好 那我在上禮拜五 我怎麼預告給各位的 6月5號我跟哥講 6月8號 我說如果殺到這個點 你記住 跌破多底區 跌破多底區 跌得越多 那你做多利潤更大 我有沒有這樣子講 今天最低 9258 這裡就9258 很多會砍在這裡 那不然你也就看我的電視 這個沒有 對不對 我調整一下就要9266 然後我上禮拜 有跟哥講 這個點 有可能會來 今天有沒有來 還超過了 那我有跟哥講 超過9390以上 這加權 它一定會回跌 最高到9412 收盤9368 這個點 超漲 壓回 對不對 壓回 好 我們再重新講一次 這種技術分析 未來你是我會 我會教各位 我不是隨便亂扯的 這都有技術現行 這怎麼算 我6月底開技術班 會員是全部免費 我都會交 來到這個點 跌得越多做多利潤更大 那他會談到這邊 他會談到這邊 談過這個點 過了9390以上 談得越多 那你獲利利潤更大 你要賣 他一定會再回來 對不對 好 那第一點 那第一點 我今天一開盤 我就調整 好 調整 9266 9392 我怎麼做調整 很多投資本就 老師你為什麼都可以知道事先做調整 開盤在這裡 這根K棒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技術分析是 清晰易懂 但是功夫深 你不要看事後諸葛亮節目 那個你看得越久你會越花 然後呢 事後諸葛亮 你自己來講就好了 你需要聽人家播報嗎 有沒有 今天燒到這邊 我知道來到9266是低點 最低9258 然後我就知道會長到這裡 這段過程裡面 來我先跟各位講 只要你學過技術分析 在某人的指導之下 這一段 你可以賺到兩層到三層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就是我教投資朋友的 那一個月二十個交易日 我都跟各位講說 我大概可以賺到二十天 大概一天到兩天會突炊 我不可能百分之一百 但是我跟各位講我就這麼做 好 OK 6月8號 我們來講6月9號 6月8號來講6月9號 好 OK 這裡都算好了 9393 9387 9318 9320 6月9號 這裡是多地 這裡是空地 今天6月8號 我在講加權 那我加權 可以算得出來 那我台紙能不能算得出來 當然可以 因為台紙它不能事先做預告 為什麼這裡因為有政策的一個所謂問題 因為它可以交易 擾亂行情 但是我告訴各位 用我的方式 你只要透過我技術班 你一樣會算 好 6月9號 9320 9390 如果來到這個地方 好 來到這個地方 你不要笨笨的認為不好就砍下去 這裡就是低點 來到這個地方 你不要看到 哇來到這邊漲上來了 你看到很多人去追 那你就 三個四人都找到高庭順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我不管你是專做在加權的部分 或是個股的部分 一定要像我測標旁邊下來 起床的 吃麵 看片片 我問你 你有看片片嗎 沒有 沒有 5的比較大這麼大 因為為什麼 投資朋友一般賠錢的原因 都做順勢單 漲的時候去做追 跌的時候是做砍 你這種方式 在長久我個人一個統計裡面 80%賠錢的 那你必須要事先預算技術 能夠知道 今天一開盤你就知道 喔 今天的高點在什麼地方 低點在什麼地方 這是短線的 那日線 你可以事先算出 波段的高點在什麼地方 低點在什麼地方 而且我不是只有用一種技術分析 而且我用的技術分析 絕對不是坊間的技術分析 都是我自創的 這裡什麼時候 這種技術分析哪裡可以學得到 只要針對我會員 我每一季都開技術分析 而且一開都是一天喔 你會一直開課 廢話我不跟各位多說了 你會稍微吃一堆肉粥 炭錢給技術的 你會找我 炭做拔掉 消炭軟雞蛋 你就會找別人 我話講得很明白 話講得很明白 所以希望你是有心的 那你如果沒有心 沒關係 無所謂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跟著我的人 他是一直在賺 一直在賺 一直在賺 大賺就小賠 而且我教他們的技術分析 他可以一輩子受用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認懂我裡面 想要跟著我們做操作的 想要賺錢跟學技術的 注意 廣告中此段電話 那等一下休息回來 我們再繼續談下去 好 能夠事先預算技術 這是我個人獨創的 不是單一而已 有好幾種的特殊技術分析 所以你加權跟個股 高低轉折點 跟全部都可以算出來 非常的準 你永遠買在相對 你賣在相對高 領先別人 為了幫助全國投資朋友 一個月的費用 給各位三個月的會期 在贈送六月底 即將開課的技術班 速播022389 8689 022389 8689 超級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使他投資 當年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再見 022389 8689 022389 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投顧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投顧 022389 8689 2389 8689 變成… 冷氣挑高點 風景美一點 燈光挑暗點 氣氛好一點 節電 是今下最美麗的流行 2017年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投資本你手錄上的股票 大部分都是電子股比較多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用電子股來抓 如果我告訴你 這個高點 這個低點 這個高點 這個低點 這個高點 這個低點 我都有事先抓出來 聽得懂 請舉手 你不要我跟妳開玩笑 看電視看久了 通通都知道 我們一樣一樣來做驗證 那這個 如果你是我會員 你也可以學得到 好 OK 來 我沒看到後面 我現在知道 我由這一段 我會算出它長到哪裡 對不對 好 OK 沒看到 就事先預算技術 我現在只用最簡單的三關甲 我還沒用其他的 好 告訴你 394.6 這裡是高點 最高 394.8 由這一段算出這個高點 這裡算出來 如果郭憲政是事後講的 把我給打槍 聽得懂嗎 好 OK 這裡沒看到 那我要抓這邊的低點 我根本不用看 對不對 算起來剛才是394.6 這394.8 其實連調整都不用調整 我要抓未來的低點 然後那個低點 一定是所有投資朋友都喊不好 369 就370到373 這也是低點 那散戶 是不是來到這邊 破山 不可以買 潘英勢 我在買 這個地方你在買 我為這裡算 394.6 我在買 你在買 然後來到這邊 我就知道會跌到這個點 那跌到373到369.9 又這是區域 我要用力滿 但是你學傳統技術分析 這裡叫破線 對不對 好 再來 我把它削掉 然後呢 這我都是在事先節目上面教的 我沒看到後面 我要就 又再選下一個點 不要羨慕 你是我會員 未來會教各位 這點破線 我就知道 賞戶這裡看不好 我這裡看好 因為來到這邊扣低轉折 上來會到這個點 有沒有看到 那來到這個點 事人變在扣高轉折 溫細眼 這裡 我就知道 扣到天花板呢 這一根 就這裡 聽得懂嗎 我認為聽得懂 懂的人不多 聽得懂的人不多 好 OK 然後這裡 他一定會碰前滴 好 重點 再來這裡沒看到 我用電子加權做一個所謂的例子 所以你要事先抓到高點跟低點 你只能跟著我學 383.8 你會稍微看 383.7 我沒看到 這裡我就算出來了 對不對 然後呢 這裡又是扣高轉折 對不對 好 OK 來 再來 對不對 剛好你看到扣高轉折 好 那我們一看到後面 我就告訴你 低點在什麼地方 我們一看到後面 這高點這裡算出來 對不對 好 OK 低點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 那來到這邊 高不過高低破低你看不好 高不過高低破低斜律向下 你看不好 對不對 然後我事先算出來 這裡要扣低轉折 所以 You tell me 電子骨要不要反彈呢 要 反彈會彈到哪裡 我知不知道 老早就算好了 好 OK 現在我告訴各位 這個低點 我可以事先算到這個低點 這個高點 這個低點 這個高點 這個低點 這個高點 這個低點 未來高點在這裡 都算好了 鼓鼓掌拍拍手 你當成我講廢話 我無所謂 但是我跟各位講 我的很多會員 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我之前跟各位講說 台股的高低轉折點 我這輩子沒錯過 我沒錯過 那尤其你是做指數的部分的話 那你自己小心 如果你沒有到我這個程度 請你不能頭髮氣味 聽到嗎 因為你們家開台灣人 我沒辦法 反正你們家錢 雖然隨便你贏 但是你跟著我 我這些技術分析 六頂我會開口 我會教你 你未來會變高手 廢話我不跟各位說 好 那我們再買股票的部分 來 我告訴你 我這裡沒看到 我在買敦泰 那敦泰來到這邊 所有人看不好 這裡破線 跌領板 這裡事先算出來 我由這一段算出來 這個怎麼來的 我只要抓到前面這一段 我就知道它的低點是在這裡 27.5跟28.9 來到這個區域 我就已經事先算好 賞戶絕對不會在這裡買 然後來到這邊 來到多底區 然後呢 又扣低轉折 對不對 扣低轉折 那當然站在多方 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做股票就會形成說 我永遠是買在相對低 買在相對低 好 來到這邊 我告訴各位 我說我看到哪裡 我現在就跟各位談 啊 事先跟妳說啊 我不會回這裡過得奔逼 啊 如果來到這邊 我是不是在這裡買 事先算出來對不對 這叫敦泰 然後未來 未來喔 我在這裡附近會先賣 這裡我全部會賣光光 這個是我們在做股票的一個部分 對不對 就包括凱聖 我都是買在低檔 這裡買這裡買 來到這邊 這裡在低檔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會到 最少會到220 到230 來到這附近 我會賣 還沒到 只賣216 重點是我在這裡賣 這裡賣 我們是在低檔買 我不會在高檔追 好 5269 來 翔碩 我們一看到後面喔 這225 225 這Type-C的 這裡就算出來 這裡打死我 我不會進去買 然後來到這邊 好 我就知道 它最少會跌到166 當 跌到這邊的時候 來 它最大的跌幅在這裡 我沒看到後面 會跌到這個點 跌到這個區域 站在買方 對不對 但是因為這種跌式 它之前炒作比較兇 那我要等它站上 這個點 我會進來買 我會不會在這裡買 我現在還沒賺錢 對不對 這叫 提維C 提維C 大一的 大一汽車的子公司 現在 汽車零組件 很瘋狂 對不對 破線 這附近是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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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鼓子給你做記號 OK 我買在低檔的話 當然在節目上是沒績效嘛 對不對 但是你看到所有的節目都在講 漲很多的股票 那就恭喜你了 你永遠在做股票 你就沒辦法賺到錢 想要賺錢 學技術 事先預算的技術 讓你加權跟個股 都可以事先算到的 沒有其他方式 都是事先預算的技術 我會教各位 六月底開課 有興趣的 注意廣告宗室的電話 祝各位 明天超後盤順利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危機上河 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計上河免費優惠 數位超EV 生活更Happy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始發客戶 當您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資訊這件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 02-2389-8689 2389-8689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啟發頭顧 當您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資訊這件 02-2389-8689 02-2389-8689 夠緊 馬赫啊 安心生活 也能明晴我 森田藥妝 高純度 玻尿酸面膜 森田藥妝 當股市千變萬化 當操盤千頭萬序 當機會千載難逢